我是王迪,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再读博士生,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贵源教授性骚扰且强制猥亵我,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因我拒绝他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并威胁我不能毕业,我要求依法依规承治王贵源并更换指导老师。 以上举报,均有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我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接下来,我将呈现相应证据,因录音文件较长,为方便大家清晰了解实践,全部过程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最直接的录音证据。第二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说明录音及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 最后一部分,附上完整无件集版的录音和其他证据。 我是波脱性唇炎患者,不能受到任何外缘性刺激。 关于波脱性唇炎,大家可以参看画面中的参考文献。 它是唇炎中严重且顽固的一种,我在吃饭和喝水时都会有剧烈刺痛和灼烧感。 我已用药近三年,至今仍未痊愈。 而他在明知我生病的情况下仍要求亲一下事实,我表示拒绝,录音如下。 录音证据二,在这段录音中,他说亲一下,并强制猥亵我,亲我,记随。 我一直在反抗并哀求他停止,录音有反抗声。 我一直在谷音中,一直在的故事。 我一直在适合。 我一直在谷音中, кроме波脱的 technique。 我一直在谷音中,他们在谷音中,如果在谷音中,会有其他的令人分享。 我一直在野语、我一直在谷音中,对于婚射者之间,你这样子发生。 我一直在谷音中,来自拍摄更多人的情况下仍未到达音中,他跑为了。 我一直在谷音中,他猜达,我一直在谷音中,来,我一直在谷音中的谷音中,我一直在谷音中。 录音证据3 在这段录音中 他强制抱我并触摸我的胸部 我说不行表示拒绝 他说要和我做妇女和夫妻 我出于害怕让步 表示可以做妇女 但夫妻不行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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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应该是 我不能 就是跟您过情人节 什么的就是我 然后学个女儿 您过夫妻节 生日啊啥的 又是什么又是这个 两种都有 有没有两种都有的 哪有 有 这两种身份互斥 互斥 好多干女儿和父亲进行 因我拒绝王老师的不合理要求 他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多次对我进行大击报复 包括且不限于给我安排很多 无报酬且不该我干的杂活 多次骂我 威胁我不能毕业 因次数较多 我再次选择最典型的两端 发生在今年的7月17日 我4月底换的这个题目嘛 然后我就是很担心 我这个论文体量太大了 然后真的真的没有时间就是 帮您做这个 做这个东西 我怕到时候12月完成不了 没法正常参加预答变 你12月能参加预答变 对 我怎么不相信呢 我现在没白没黑的干活 我现在就是想12月份能正常毕业 那怎么可能 为啥不行 我把这个题目 就老师我我会在12月份之前 把这个论文尽量全部都写完 因为我现在每天工作的时间 要到20个小时 起码在18个小时以上 我只睡几个小时 那你这个导师 就一两年时间导师的事 你都不愿意帮 你你你你这是什么样的学生 老师我没白我没白没黑的干活 我就真的只是求一个顺利的能 能顺利的就是毕业 这个这个这个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我我真的也挤不出来 因为我这个您四月底让我换了这个论文 四月底换了这个论文题目 我真的真的不行 然后以上是最直接的证据 接下来是证据的第二部分 我将按时序向大家一次呈现录音中的重点内容 2022年5月21日 王老师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学术 随后他抱我并亲我 我反抗拒绝 此后我打开了录音 在录音过程中 他又多次强制抱我亲我 触摸我的胸部 并威逼利用我与他发生性关系 我都表示了拒绝 我都表示了拒绝 拒绝 对啊 拒绝 拒绝 没有 你看这挺那个 挺双精心的 拒绝 我这有占过我的清汗的菜 很缺 我说是不给别人 人家不一样的 你就给 你看我这放缺的很 这都有 清汗 这样我的一结算就结束出来了 这么大 是 是 有 你们 去 我 哦,那不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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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副理那個,那個是好多那個,肝女兒跟肝父親關係不清不清的 那我們得輕輕處處,要輕輕處處,要不然的話, 你也不能說,我也不能說,我也說了對我也不好,你也說了對你也不說,咱倆都說,那誰知道,他其實說偶爾一下摟一下什麼,這個也沒說, 真不理,一定要謹慎,一定要謹慎,那不能讓人知道, 如果他,他們覺得咱倆關係正常,那就肯定大家認為,你做得比別人好,所以寫上你了,如果說真的不正常,那就說他做得不好,也要讓他做,所以一定不能讓人知道 你… 你… 你跟那個談戀愛,談戀愛,跟什麼?不會跟我indo自示的… 我要是喜歡你,我就希望你好,我們要找個好… 好男朋友,找得好,用我的方式,所以不会干涉你,我希望你找好,我要喜欢你,我就希望你好,不会干涉你,你在什么时候当然不愿意跟我在一起,那当然我也不会说求求你,所以没有什么好在求你。 我说这更好 Ja, RUSSIA,ここ把人但重忍不住 Laser就不讲。 你收ulu什么 FORFORLU SUBM国哲国 Students某个人但是还有一切些 途中的食 Circle 不能既然身'. 您过情人节呀什么的 有心不过 然后有个育儿 您过父亲节呀什么育儿啥的 又是什么育儿 两种育儿 有没有两种育儿 哪有 这两种是不是在护士 护士 好多干女儿和父亲结婚的 你男朋友发展到什么程度 没 在一起住 没在一起住 没在一起住 没有那种男女关系 真的 可以啊 现在不是我听说就是 一谈恋爱就住到一起了 出去开房什么的 没有吧 好多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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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好了 好了吗 不知道 我看着听 没有 好像是最初 我听一下是不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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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么听你说 你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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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行 不行呀 老师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了 妇女的感情 就是有妇女 直接发展出来不行 但只能加深成度 不能改变性质 不是 终于 不是 我感到不想了 都不能改变了 这是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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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老师 我这有资料您哪家来查 您哪家来查 我这个尹德士不签吧 签吧 我这有 我这有 亲爱的资料都有 我说 我这有 严格 来 我哎 我 有貧賓? 那不是熱, 那边你换衣服 为什么不是一个小鱼 人家不是那个还有光芒子的吗 过去那个光芒子的 北京的南城那边 北京的南城那边 好了 好了 北京的南城都是 成为那个穷人 哦 那是 那是 那个电梯里边 你看我身材还可以吧 肌肉挺好吧 嗯 帮你多弄几片温暖 我躺平 躺平 对啊 躺太平了 没有 你看这个平 挺伤心的 搞文章太难了 难吗 难啊 给你想个题目 想个题目 喝喝喝 还没想完 哪个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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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深 我一喝多就 就那个 十一 对 十一 哪个喝呢 我去喝 喝 喝 和那个草字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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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过吗 没看过 那你应该喝和喝 喝一块儿写 喝 喝 因为 喝 它们俩不是同一个词译吧 嗯 它是 渴 你看 那个一文代词 嗯 开头用可 嗯 然后 后来换成和 嗯 换成和以后 嗯 那个 它才有必要造那个草头那个 哦 是不是 因为它 它这个主要用于一文代词 哦 所以它的本 本意才要挪一个词 你要是这个和 它不用于一文代词 它就没必要再造 它还不是另造词 它假借的荷花的荷 它假借的荷花的荷 荷花的荷 嗯 不是荷 不是这个 就是草头一个荷 不是荷 丹妇的意思吗 它它本意是荷花 那那个丹妇的意思呢 丹妇的意思是假借义 就荷花的假借义 对 就是假借荷花的荷 来表示复荷之荷 对了 是吗 我给你画一下 我给你画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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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调查出来了 你看这个 这个 壳 这个 壳 还有这个荷 是吧 嗯 这个荷 好 嗯 最早这个荷是肯定的意思 嗯 嗯 嗯 然后假借 嗯 代表那个一文代词荷 嗯 就是战国 秦 一直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呢 嗯 把这个 把这个一文代词呢 不用它 就换成它 嗯 换成它那边是 嗯 换成它那边 这个字的 它的本意是荷 就是 就是 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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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把它的本意 移植到它 移植到它 啊 这个是第一次移植 这是第二次移植 嗯 这个是把它的 移文代词的功能 移植给它 嗯嗯嗯 然后呢 他呢 又把它的本意移植给它 那你这样一写 不是就更有意思了 嗯 而且你 你这一个是他們的关系 嗯 一个是 时代 是吧 这个移植给它 嗯 这个移植给他什么时候 料查出来很好的一篇 你光写这个 你原来光写这 那你他这个 他为什么把这个 担负的意义给他讲不清 你只有 只有加上这个 说他把他的遗忘带死亡给了 因此他的担负 也才给了他 不然他为啥要给他 你这样一写 就是我这有材料 你哪天来调 哪天来查就行了 我这有战国的秦汉的材料很全 我是不给别人 但是你不一样的 你就给 你看我这我全的 就都有 秦汉战国的 一接受就接受出来 然后后面那个 魏京南北朝 有那个就是那个 朱翠平的那个 时刻 接受 多好啊 嗯 嗯 嗯 这个 是不是 我拿上这个 这样写的 你就 你就 抓紧写 好 嗯 抓紧写 写出来 我给你看看 这个很好的一篇 嗯 而且他这个 你看 这这复杂性 是吧 嗯 而且这个呢 他是把那个假结义 嗯 分出去了 嗯 这个呢 他是把本义 分出去了 嗯 为什么 嗯 你的你的分析一下 嗯 是吧 为什么 嗯 这个 就是 这个就是 就是 这个一般来说 就是 就得 就得 光这个一个类子 还不太好看 有好几个类子 一看 比方说 把那个分出假结义的 那个 分出本义的 那个 比较一下 看看他两个有什么 分出本义的 有什么 共同特点 分出假结义的 有什么共同特点 然后就能知道 为什么 他是本义分出去了 有的是假结义分出去 这是 这是第二篇文章 那 你这篇文章 光写这个呀 然后第二篇文章 你的扩大材料啊 扩大材料 再找那个 因为这个呀 好多呢 是吧 有的是 把假结义分出去的 嗯 有的是把本义分出去的 然后 比较 他是 假结义分出去 什么情况下 是 本义分出去 嗯嗯嗯 你又一篇文章 所以 这 这就是 说你有写不完的东西 没有写的东西 你第二 你 你写完这个 接着 你就写第二篇文章 嗯 你写不完的东西 嗯 然后你 嗯 你 你这个 扩大一写 然后 这个 写上去 这个 不是毕业论文 就可以 从这个角度 或者是 扩大 角度 现在写 那你不知道后面这个这个有没有再封出去什么这个你再看看我都没有了啊有没有了就这三个就足以写一个嗯 我觉得我写不好可能 是吧嗯 现在的好像更全了这已经有了然后你再查这个这个和这个这个可能后后面点了 然后你第二篇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嗯他到底有没有规律就是说你看有的是把讲建议封出去有的把本意封出去对嗯这个我就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这个这个 嗯嗯 他是他他是你反正是无论是什么结论都可以写 嗯嗯他是随机的就是说没有规律的还是说他有规律你说他没有规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你说他有规律那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嗯 嗯就是你看你看那个嗯这个就多了你看那个嗯那个棋是吧其他的那个棋是吧其他的那个棋它是把本意分出去是吧那是本意分出去了然后嗯 嗯嗯那那那你就你这一篇你可以跟我写这但是下一篇呢你就得你就得一组看不出来就对准对比说凡是本意封化出去他有什么特点 假接一封号出现有什么特点 是吧 然后呢 再总结它们什么情况下 是假接一封出现 什么情况下 等一封出现 而且这个 它就涉及到方方面面 比方说它是 这个是不是 它是哪位使用的多 哪位使用的少 还是什么这些 嗯 嗯 因为这个的话 你看它是 它你看 我现在暂时这样分析啊 你怎么分析 你比方这个壳 它为什么把一文代词封出去 因为这个壳的那个本益啊 它是这个 使用很常见 那可什么那个 你看那个战果文献很多 可就是肯定的意思 可以的意思 嗯 它 它的这个本益啊 嗯 很常见 所以呢 它这个 但是假接一封呢 相对来说 应该是这个可的本益 用的最长 所以它就保留了 这个本益了 这个呢 是相反 它是一用代词的意义 用的最长 复合那个意义 很少见 所以它 它把那个少见的分出去 嗯 这个也是把少见的分出去 那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 它是按这个 嗯 这个意味的这个 长见与非常见 嗯 这个规律 长见的保留 非常见的 不保留 是不是 嗯 那这只是一个推测 因为你的从这个 嗯 几组 几组 都是这个特定 那才行 但是从这来分析 你看它这个 就是 就是这样 嗯 那这个 常见与非常见 就只能看文献用力 这个 这个常见与非常见 就是 可以统计的 就统计 统计 你比方说 事故的一千千 几次 可出现了几次 对 然后肯定是几次 嗯 一万再次几次 嗯 这个可以统计出来 对 是吧 嗯 你就三个文献 统计就行 不用说 全进行 哦 不用 那 不是 你这三个文献 全进行 这是检索的 嗯 就是 你们讲 事故里 我全进行 固定 我全进行 是吧 盲堆 我全进行 那你还不用说 所有的情悍 战果情悍文献 那个不需要 对 嗯 明白 嗯 že 老师不是说好是父女吗 父女不是没有学的东西 没有学的东西 那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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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父女啊 那父女那不是好多那个干女儿和干父亲不也关系不清不清的 那我们得清清楚楚 也清清楚楚 要不然的话 怎么 你也不可能说 我也不可能说 我也说了对我也不好 你也说了对你也不说 咱俩都不说 那黑鸭知道 他即使偶尔一下搂一下什么这个也没事 不会 正不会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 那不能让人知道 那时候就不要那些有轻易的眼神啊动作啊什么都不要有 没事 这也挺喜欢 这比较容易沟通 这有一种天然的心理相应 天然的心理相应 就一直啊 喔 嗯 嗯 你将来也得靠自己 对 但是呢 我教你一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挺管理的 它是在这个实践中 解冒文啊 搞研究啊这种是最管理的 有时候从此我这讲你听的那个是 有时候把这个 就是说你听的还是挺可以的 但是你做的时候也一样 但是你说这一边做 一边跟你说 嗯 就是直接你边写几篇里这个 就是这个套路你就掌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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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不能在同学们表现 表现不在这方面 你表现的本来咱俩是 嗯这个 大家觉得咱俩关系密切 那就是你正常的也觉得不正常 如果说觉得咱俩关系很正常 那就不正常的也正常 他也这个 嗯 因为说让你做这个 嗯 报销汉的事 嗯 如果他 嗯 他们觉得咱俩关系正常 那就 那就肯定大家认为啊 你做的比别人好 所以所以学上你了 是吧 如果说觉得咱俩不正常 那就说哎那他俩不正常 那就是他做的不好也要让他做 所以一定 嗯 嗯 嗯 一般 嗯 嗯 也不会影响你 你 你 你跟那个谈恋爱谈恋爱 跟什么 我也不会干涉 嗯 我要是喜欢你 我就希望你好 嗯 嗯 你要找个好男朋友 找个好男朋友 找个好男朋友 我再放心 不会干涉你 我希望你找个好 我要喜欢你 我就希望你好 嗯 嗯 不会干涉你 嗯 你的什么时候当然 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那当然 我也不会做强迫你 所以没有什么好事 好多人这样啊 谁发现了 还是当一个小棉袄吧 差不多 嗯 还是当一个小棉袄 差不多 那样更清静 不是 我说 这样更清静 更呢 更好像就是 就是 就是当小棉袄更长久 什么好事 这个就更长久 你看到小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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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前提就是说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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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那个 嗯 就是 不会说因为 怎么 这个不怎么了 然后就闹异姐了 反不成处了 不会这样吧 嗯 那还是这个 但小棉袄才不会 当这个 这个关系很危险 对 对 这个更不会 那不行 你看啊 这样的关系的话 就是我结婚了 不行了 但当小娘 我可以一直 结婚了 不行了 那也是就是说 咱们只是说不在一起了 不在一起了 但是感情还有 还是其他的 还是照常了 那也不能说你结婚了 然后咱们就不联系了 不会的 但是当小娘 我就可以一直过来 就可以跟你 你可能不了解男的 男的他就觉得 什么才是身心交流 就是那个都是 好像是浮在表面的 只有身心交流 才两个人交用在一起 当小娘 就是很长 就可以好多好几十年 这个更能长 那个更长 对 不能不能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干嘛 但是呢 感情 已经更深了 就基础更深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其实说咱俩不在一起干嘛 然后其他的 这个 就是更很久一些 你小妙我呢 可能就是说 你结婚了 这个 这个就 就办了 不会呀 因为他本来就 不一样 不一样 女儿一样的还是 女儿和夫妻 多亲一些 那那不一样 对呀 女儿和夫妻还是挺亲的 他就是这个 嗯 好像还是不是深层次的 就是那种身心的 女儿跟父亲都还是挺 我是写的 有一个 像有一个 一直遗憾没有个女儿 但是 嗯 但是那个就是 还在浅层层 老师 老师 现在 现在是 妇女 进一步 妇女 进一步 进一步是妇女 妇女 进一步 进一步是什么 嗯 夫妻呀 夫妻 不行 不行 嗯 不行 对呀 夫妻是您跟叔母 我不能 就是 跟您过情人节呀 什么的 有叔母 嗯 然后 有个女儿 那我现在 过后情节呀 生日呀 啥的 又是 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有为的两种都有 哪有 有 这两种是在护赤 在这 护赤 好多那个 好多那个 甘女儿和父亲 接红的 这好像没有交融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 交流呀 那个交流 对呀 思想上的交流 对呀 不是有种深度交流 是 那是深度交流 那才能撑着呢 心安情味 对吧 对啊 这是心安情味 你都觉得也不一样 你和一个男的 有那种男的关系 没有那种男的关系 觉得差不多 差了很多 他就觉得这个人 你和他是一个人 就是像以前的女的说 我是你的人 那就是那句话 他是一个人 表示就是一种深度的结合 男的也是 女的我就共识 你对我有那种关系 女的真正和我贴心 没有那种关系 你别说什么女儿什么都没有 你问你男朋友发展到什么城市 没在一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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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种男女关系 真的 没有 还可以啊 现在不是我推说 这一谈恋爱就住到一起了 出去开房什么的 没有吧 好多都是 无敌就是 没没两天就出到一起了 他有我是怎么知道呢 有一次他那个 是一年还是前年了 他那个这个 他是回家 回家那个 就是 本来是说明天的 然后今天就 他那时候好像管制了 就今天就要出校 我说你今天 明天的飞机 今天出校 你住在哪 他就说 那个 他他还挺好的 他说我不愿意 蛮你 然后我和男朋友住在一起 他挺老实 然后我就 那那你说 他这个 他 他 但是他住到一起 也不一定干那个事 但是 但是他肯定是住到一起了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 讽刺他的话 我说 你还够开放的 然后他 他说是什么 他说 我记得他说 那个是什么 他说 现在都这样 他说 现在都这样 反正确定了关系 就住到一起 他给我 他那样 不是 现在你看那个 就是他们报道的 那个学校周边 不是那个 那个连租房 什么的 不是 都都生意形容 那都是学生 这个真的是 你还挺那个的 做的挺好 我就是觉得 这就是觉得 有结婚在那 对对 有内容的关系 不太好 像你这样的想法 现在可能没几个人 我觉得是没几个人 那有几个是 就是 就是 结婚的时候 还是处女的 没有 没有 是吧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在乎 哎呦 我 所以你看那个 现在 那个报道 这真的是 哦 我不喝了 我不太渴 我不渴 这个真的是 有点不太好 你是那个 叫什么呢 叫 嗯 叫什么呢 叫 喝了酒 就想不去 东西 原味 咱们 叫 对 咱们 不太温 咱们 咱们 那 咱们 咱们 这个衣服很饿的 还好 这个可能是不透气 它还好 它还是挺凉快的 你也是爱粗汗的 我还好 应该算是吧 爱粗汗是好吃 粗汗是排毒的 你那个血液里边的一些杂质 什么的粗汗 通过粗汗就能排出去 粗汗是好处的 最终好了 好了吗 不知道 我看着听 好像是最近 我清一下 最近是没有 不行 这是妇女 没有血缘关系的 没有血缘关系的妇女 那也是妇女 是吧 那人家有那个 奸着的 不能 这两个关系互斥 不互斥 互斥 没有血缘关系就互斥 有血缘关系也是互斥 不行 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互斥 就感觉这种身份 那就只能有一层不能尖刃 那就换一换 把哪个给移出去 把妇女移出去 要么咱这样 就等你结了婚了 咱就换成妇女关系 或者整个你说 你就不想了 就换成妇女关系 不行呀老师 那这样的话 就会影响妇女的感情 就是由妇女 直接发展成妇妻 但只能加深程度 不能改变性质 不是 她只这样 就是她是 你结婚了 没有那 这个 那 因为这个 有这个的话 她就是 等于是自己人 自己人 但是 但是你 你肯定 比方说 你要找上对象 你结婚了 你就不愿意了 是吧 觉得不好 你就不愿意了 这个 怕 那个影响别人 是吧 那时候 我们 转成妇女关系 但是那样的妇女关系 和现在妇女关系不一样 就是 就和你谈了八年恋爱 那个关系 和谈了两天恋爱 那种关系 一样 不行 不对 不对 就是不能转变性质 嗯 这个过程中就有点 就是 超出妇女关系的部分 道德枷锁太重 道德什么 枷锁 有人问他呢 有呀 你看我们是失声 然后 然后就有那样的关系 嗯 道德枷锁太重 那 那 枷锁这东西 不是就是自己想 那枷锁是现实存在 那什么枷锁呢 那是 我觉得 更是一种好 是吧 现在社会 那个 这种情况 多了 鲁熊啊 什么 就是好多人 都是这样 有什么枷锁 那枷锁 就是想的问题 习惯了就好 那 一开始 那不行 哎呀 我 我比你 那个 知道 我一直想不通 然后 那是一直想不通 实在是难受了 那就是 那就 转成妇女关系 本来 见面的时候 就这种 自然的这种关系 都失去了 不会呀 会 怎么可能 不会的 不会的 嗯 不会的 那怎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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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那种 小心眼的人啊 说是 你 你不愿意了 我就 反目成仇了 毕竟还是有感觉 有一点感情 毕竟有感情 不行呀 嗯 不行呀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思想问题 就是 习惯就好了 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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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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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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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不行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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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听了 不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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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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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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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了 他沒事 沒事 赶紧写这个 争取这个多长时间的 这我不知道 一周写出来就不慢 就是查资料有什么可写的 这已经说清楚了 那我这有资料 你哪条来查 你哪条来查 看看尹德士 我这个尹德士不全吧 全吧 我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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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侠的资料都有 但我 这个是什么时候有的 那次 那天看那个好像是历史的 历史的 早去 那就对了 我给了你这个东西了 应该是之前 您发给我一个文件 是吗 嗯 有那个核核是吧 我来看一下 对有这个睡剑和锅电储木 我这也都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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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那就 我这就 嗯 但是 你别的可以尝我这 我这有个材料 我这有个材料 我这也不知道 我这也不知道 我觉得 你不知道 女儿也不知道 不要 不是女儿 就不知道 你按摩托鞋 你按摩托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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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武衣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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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去關機 東煌漢節 各都花錢 前沿路 關機前沿路 然後 荒山節 酒店 巨岩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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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去呢 這是圖書嗎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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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月露 给人看看 看待的话 聚 看点月露 因为这个是设定的太多 还需要 这个里边还没有 然后剧烟汉点分 你是查试是哪呢 我看一下 贝克 这个也没有 好像是贝克 好像是贝克 这个是贝克 嗯 五一包条 一二三四 没有 那就完了 估计东汉 东汉 可能在小转之后了 没有 哦对 转文之后 转文之后 这个字太晚了 下来 这些字太晚了 这个字太晚了 那个字太晚了 这个字太晚了 算了 但是小篆有了 小篆有这个字 说文有这个字 说文有这个字 对 隶书 说文是不足性的 说文是好多隶书改回 有可能还有这种情况 小篆已经有了 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它什么时候有都行 书文解释是什么 扶取业 那就何话是吗 它说的是何业 扶取何话 那贺 负担的那个意思 他负担的意思应该是 后来一直过来 一直过来 是什么意思 这边的意思是 那边有什么意思 我还要 讲到 这边有什么意思 我还要 有什么意思 这边有些东西 是什么意思 我还要 是你眼睛 老子 马上堆 马上堆就有 但是他用的不长期 他其实没建过去 就那个负担意没建给他 哦 还没有 你看这是河叶 这边负担 他这个影用的是 你看这个是青带 姑娘带 这边周易也有 河 本座河 他这个马王堆不知道是啥意思 马王堆不知道在这里是啥 马王堆不知道在这里是啥 马王堆 我回去也看吧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我拿着 好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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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女博士 举报自己的导师性骚扰 那么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新闻还在这个微博热说版下面挂着 话题度还可以 然后呢已经有好几个话题了 而且呢就在刚刚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也进行了一个回应 那这个女博士的话 她自己首先是发了一个文字版的微博 然后她还附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的话大概有58分钟 就非常长 而且她是举着身份证在那里举报的 那我首先看一下她发了这个微博 她说的是我是顽迪 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 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博导王桂元教授 于2022年5月21日性骚扰 且强制猥胁我 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 因我拒绝 她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 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并威胁我不能毕业 两年来 顽教授步步紧逼 委屈难求周全 此刻我忍无可忍 退无可退 因此我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桂元 并更换指导老师 以上举报 均有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承认 那么这个女博士的话 还附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和视频 就是有大概一个小时 那么王桂元教授的话 她是教这个汉语言文学的 她是汉语言文学的代头人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算是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个学院里面的这个行政职位 当过这个党委书记和副院长 而且她还有一些论著出过一些书 那那个50多分钟的视频 我基本上看了一下 那么这个女博士的话 她从一开始的话 就说了她的这个视频的话 是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是最直接的这个录音证据 第二部分的话 它是按照时间 然后讲解这个录音 和这个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 第三部分的话 是她没有剪辑过的这个完整的录音 那在她列出来的第一部分 就是最直接的录音证据里面 这个教授的话 她的语言是非常直白的 没有任何一点转弯 就比如说我要亲一下 亲一下行不行 然后问她要做夫妻 不做妇女 反正那种语言是完全不转弯的 就是要求提的是非常直白 那她肯定也不知道 这个学生在录音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 是她把这个录音和一些聊天记录 先结合起来展示出来的 那么里面就有 比如说这个老师要脱衣服 问她身材好不好 然后要利用她 就是跟她的话 能够得到一些资料 能够发表几天论文 她可以不干活 就是语言和要求都非常直白 然后自己能够提供什么 你能得到什么 我想要什么 这种表达都是非常非常的直白 没有任何一点转弯 按照她这种老手的 非常厉害的样子 感觉应该不是第一次 那在视频的开头 这个女博士就说了 这些事情是发生在 2022年5月份的 那么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去两年了 那么她现在 为什么要把它发出来 我觉得就是因为 被逼到了一个角落 因为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之内 那么这个博导的话 因为她没有得手嘛 所以她一直在 给这个女博士穿这个小鞋 让她干活 给她更换这个论文题目 她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 是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还进行了最后一次更换 那4月份才重新开始 一个新的课题 要想预计在今年7月份 毕业其实非常难的 如果说有这种 发表文章的要求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 就算是没有发表文章的要求 只要写一个大论文的话 那最迟今年的两三月份 这个大论文是得交了 因为还有这个外送的 这个满省 以及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不是说你今年7月份毕业 7月份把这个论文写出来交了就行了 这是不是的 那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或者是他的这个蛋糕 就是他不能顺利毕业嘛 所以这也是导致他能够忍两年 中间在南或者在北穿小鞋 或者怎么样 他都能够就是忍着 能够坚持下去 就是他就觉得他只要顺利毕业了 这个事情就过了 但是不能顺利毕业 就是压倒路途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他就只能跟你鱼死网破咯 这个导师的话 他肯定也不知道说 这个女学生手上有他的这么多的料 所以过去的两年 对他肆无忌惮的一个打压 一个报复 然后呢最后呢还不让他毕业 这都是他能利用的所有的工具 来对付这个女生 那这个女博士其实 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 因为他至少是留了证据 新三小这种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取证的 那他手上有这个录音证据的话 对他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而且他也非常能惹 反正学生嘛 唯一的一个蛋糕就是 你不要让我避不了业 别的都好说 那这个女博士举报了之后 他报关的这段视频 对这个教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这个性骚扰的话 他包括了言语性骚扰 行为性骚扰和环境性骚扰等等 那这个女博士 他所暴露的这段视频 里面全部是这个录音 或者是这个聊天记录 那么他的导师 对他进行语言性骚扰 这个证据是完整的 但是要说他的导师 对他有行为性骚扰呢 这个证据可能就会有点问题 因为在这段录音里面 他导师是亲了他的 亲了他的时候 他是有一些挣扎和拒绝的 但是这个挣扎和拒绝 并没有说老师 你不要亲我 或者是别的语言 明确的说指出了 他的这个行为 所以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 这个证据 我觉得可能律师会认为 完整都有一定的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 如果说要有这个 行为性骚扰的证据 那就是要有生物学的证据 那如果说你举报 他摸了你的胸 那你这个 单天穿的衣服上面 有没有这个生物学的印记 就是他的指纹 或者他的生物学信息 那这个的话 因为已经过去两年了 这个女博士不知道 单天穿的衣服 是不是都已经洗了 或者是扔了 那我们从法律的层面上 来看一下 这个导师会命令一个 什么后果 那法律层面 他是有解释 如果是情为 比较情为 不构成犯罪的 这个性骚扰的话 是由行政部门 做出行政处罢 如果是情节严重 那么处入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虽然说这个 女博士 犯出的这些录音 被听出 她的导师 言语是非常的污秽 但是 从法律的层面上 最后可能就是认为 她是情节非常轻微的 因为这个 导师的这个言语 或者是行为 对这个女博士 没有造成非常实质性的 身体上的伤害 或者是精神上的伤害 也没有造成 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她就会认为 是一个情节轻微 不构成犯罪的 言语性骚扰 所以后面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 这个导师 可能需要 要付到的 这个法律责任 并不多 所以最后能治她的 其实也就是 学校行政部门 对她的一个处罚 以及从这个 道德层面的一个谴责 社会的 舆论的一个谴责 那么首先就是 以前她还经常出去 做演讲 或者做报告 那么这些捞签的机会 肯定就没有了 那么社会舆论的话 她肯定是在 自己的这个 朋友圈就是设此了 那么学校行政 对她的处罚 其实是力度最大的 那就看学校的调查 学校的话 最多就是把她开除 取消她的博导资格 还能怎么样呢 又不可能对她判刑 开除就是 对她最大的一个处罚了 那么我们看 中国人民大学 她已经发表了 这个声明 这个声明是这样说的 7月21日晚 中国人民大学 关注到晚上 关于我校教师王某某 涉行师德师范行为的解报讯息后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 连夜开展调查核实 我校严格坚持师德师封第一标准 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 坚决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一规一计一法 从严从快处理 绝不姑息 学校将于近日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那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对王某英教授的这个处理 但是我一直在想 这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个别的解决方法 或者是解决时机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女博士 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的话 那她是已经被逼到角落 精神崩溃 然后毫无办法之后 才选择了这种方式 但是我不是说 这种方式对她的影响有多大 我是说从她的这个利益出发 因为她今年就没有毕业 那么她想要明年毕业 就让学校答应她换导师 那也是九月份开学之后的事情 九月份开学之后换导师的话 她可能会再涉及到一次 就是博士论文的这个课题要更换 那么不管更不更换吧 她就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 来做这个毕业论文 到了这个年底 就是寒假的时候 那她至少是要把这个毕业论文 是要完成了 那才能赶得上明年四五月份的这个答辩 那如果说是更换题目之后 实情表紧完成不了的话 那可能她又要面临延闭半年或者是一年 那就算是她非常非常努力 能够赶上这个答辩的话 那么她在接下来这个学期之中 她要面临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首先延闭一年对她来说就是个损失 如果要再延闭的话 那这个损失会更大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事情她的这个解决时机 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好的这个解决时机 因为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两年之前 那如果她当时把这些证据给整理好 然后带着自己的家长 最好就是再请一个律师 然后带着律师一起去找这个学院的领导去谈 那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更换导师 更换导师的话 两年的时间她重新换了导师换了课题 她还是能够保证她顺利毕业的 哪怕学校对她的这个博导 王贵云教授没有任何处理 那么她更换导师和顺利毕业的 这个目的还是能够实现的 她也不用再忍受就是两年之内的那种 导师给她带来的这个压力 这个其实就算是群里有一颗子弹 如果说你不把它打出来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玩法 但是一旦打出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就是只剩这种玩法了 其实对你的损失的话 我不是说你曝光之后对你的影响 而是说这个时间上的损失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我不打出来的话 这个群里的子弹都威胁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能够得到你的东西 如果得不到你还可以把它打出来 但是把群里的子弹给打出来 这毕竟是最后一个玩法 而且这个玩法的话对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些伤害的 我不是说她曝光之后对她的人生 或者是有一些字字点点或者怎么的 我不是说这方面 我是说你耽误了这个时间 以及你这两年之内受到的这个思想方面的 这个精神方面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00后95后在整顿这个职场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非常聪明了 他们都非常知道要怎么样留证据 怎么样保护自己 就像这个女博士 她留的这些证据都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在中国那边土地上 其实不把这个群里的子弹打出来 有些时候你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的保证 比如说这个时间的浪费问题 或者是你自己心里的这个压力的问题 因为以前我也是一个千里有子弹 我就要打出来的人 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 最后就会发现 其实千里有子弹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所以说当大家有这个一定的证据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玩 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时机和方法 大家都可以再思考 可以多想一想 那我们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